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杀人犯》 摇身一变成为畅销小说家的故事 1995年是一个黑暗的一年 在日本东京连续发生了五起连环杀人案 他们都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死去 而这起连环杀人案最大的特点就是目击者全部生还 杀人犯残忍至极 让被害人的亲人眼睁睁地看着被害者失去 自己却毫无办法 一种恐怖的气息弥漫着整个东京 没有人知道谁是下一个被杀的目标 警察们也在奋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可是整整过去了15年 在此期间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依旧没有嫌疑人的丝毫线索 而15年正是日本在刑法修订前 所制定的诉讼时效 就在此案件诉讼时效过期的第二天 新的刑事案件诉讼法生效 罪行恶劣处罚相当于死刑的案件 不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这一切都来得太晚 已经不可能将那个连环嫌疑犯制裁 这件事让警察这个行业遭受到前所未有打击 人们不再相信警察 社会陷入恐慌不安的局面 转严又过了7年 到了2017年 社会还在不停地运转 这件事情除了死者的家属 似乎早已经被人遗忘 穆村行是一名刑警 他像王昌一样追捕犯人 但是被自己的上司剪辑召回 电视上再次就是重提 警局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案子 一方面是因为至今没有抓到凶手 另一方面因为警署的警察因此而殉职 凶手似乎并不害怕警察 并且还不断地挑衅他们 他认为警察是无能的 这么多年依旧没有找到他 只能够自己出来认罪 凶手跑到电视台 以自传的形式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全部写在书中并向大众宣读 他再一次将人们带回那个黑暗的1995年 第一期案件是1995年的1月4号 那也是穆村入职以来第一次来到案发现场 他们都是被绳子活活勒死的 其最亲近的人或家人亲眼目睹被害者的死亡 被害者家属全部生还 第二期案件是1995年2月14号 一个小女孩的爸爸 她被关在房间里 虽然活不了 但在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第三期案件是1995年3月15号 黑帮老大的情妇 他也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爱的人死去 一点都无能为力 尽管自己曾经呼风唤雨 在面对变态杀人犯的时候也无能为力 被害人和目击者这种悲惨的境遇 让杀人犯获得无比的快感 事态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警察也在不遗余力地追捕罪犯 甚至用第四期被害人来吸引杀人犯 第四期案件是1995年3月31号 山县夫人被杀死 警方隐瞒了这次案件的消息 想要引出犯人出现 警方在山县医生家的附近 进行了严密监控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经过紧张的追捕 木村和犯罪嫌疑人撕打了起来 嫌疑人拿刀划开了木村的嘴角 使他至今脸上还留下那个挥之不去的疤痕 这个疤痕也警惕着他一定要抓到凶手 而木村也开枪打伤了凶手的肩膀 可最终还是让他给逃跑了 这也彻底激怒了凶手 将木村警官作为第五个猎杀对象 1995年4月27号 嫌疑犯将要杀害木村警官的消息 通过录音传给了警局 木村急忙赶回家里 查看自己的妹妹李湘的情况 屋子里面飘出浓浓的煤气味 率先进入屋子木村的师傅龙警官 被嫌疑人设计的陷阱杀死 木村再次侥幸逃过一劫 这五起案件都严格遵守了 跟其定下三个杀人原则 第一点让被害者的家人 或亲近的人亲眼看着他死亡 第二点用绳子勒紧窒息而亡 第三点木基哲作为警方的传话人 必须活着 22年以后杀人犯达着赎罪的喜好 开始大张旗鼓地销售自己的书 一时间一个杀人犯 一跃成为人们追捧的偶像 有赞赏生也有反对生 反对的人们举着牌子游行示威 可是这丝毫影响不了他的书的销量 在书店工作的暗美看到跟其的书 他表现得十分痛苦 这种行为无疑是杀了他爸爸两次 第一次是22年之前 第二次则是这一次 跟其将别人的痛苦再次毫无保留地抛开 他不断质问木村 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出版书 竟然还能成为人们追捧的偶像 冷血的跟其 根本不是真的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赎罪 而是希望把书的销量不断扩大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是他的书本就违背常理 又在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 怎么会有电视台愿意采访他 可他要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声远扬 一定要上电视 就是有那么一家不按照常理出台的电视台 主持人俊雄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他在电视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他提出要采访曾根奇 他曾经在22年前 亲身采访过那些被害者的家属 甚至他们内心的忧伤和悲痛 虽然法律已经不能给那些人带来安慰 但是他要像一个审判者一样 对曾根奇进行宣判 成为社会焦点人物的根奇 也不是老老实实地待着 他集结一大批记者来到山县医生的医院 在忠目可归之下跪下道歉 愤怒的山县医生抓住这个冠冕堂皇的家伙 想要打他 被木村警官拦了下来 根奇看到木村后 表现得十分淡定 不停地表达着自己的歉意 木村警官根本就不会理会他 根奇不依不挠 似乎还在木村的耳边说了挑衅的话 替得木村直接开打 木村可是刑警 他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 根奇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要不是被匆匆赶来的其他警官拦下 后果不堪设想 根奇匆匆离开 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安危 扩大知名度才是他的目的 他还开办了签售会 向普通的作者一样为他们签名 书迷们蜂拥而至 其中也混杂着黑帮派取的杀手 因为法律已经不能将他制裁 而死者家属的怒火还在燃烧 不想杀死曾根奇 闻讯赶来的木村在人海中寻找杀手 他是警察 他要保护任何人 即使那个人曾经犯下滔天罪过 在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之前 谁都不能判他死刑 木村奋不顾身推开被瞄准的根奇 舍己为人救下了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暗美也混入书迷中 拿着匕首向根奇冲去 木村为根奇挡下一刀 还好伤得并无身 他带走了暗美 让他免受牢狱之灾 电视台一切就去 这场采访也被全国注目 仙汤频频发问 质疑根奇的赎罪真实性 可根奇大言不散地说 那是因为只有失去了才懂得詹琪 诉讼时教已过 如果不自白 就完全没有赎罪的机会 他条线的警察 藐视了法律 假惺惺的忏悔 仙汤再次发问 为什么隐瞒了木村妹妹的死亡事件 木村的妹妹曾经因为地震 来东京投靠哥哥 和他一起来的 还要他的男朋友小野寺 妹妹在经历地震后 精神时好时坏 深爱他的男友还是向他求婚了 忙于工作的木村 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他 只能拜托给了小野寺 本来生活十分幸福 就因为自称凶手的根奇 毁掉了这一切 为什么他没有在书中 提到木村的妹妹 根奇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冷冰冰地回答 那是五个人才能完成的作品 仙堂先生十分气愤 又播放了一段 一个在网上自称 我才是杀人犯的视频片段 那正是1995年 在木村家附近拍摄的受灾场面 视频最后还出现了被捆绑的李湘 根奇却否定了他知道木村的妹妹 仙堂拿出根奇的自传上面 清楚地写道 我杀人的第一原则 就是杀死被害者的时候 让家人或者身边最亲人的人 亲眼目睹被害者的死亡 为什么没有亲眼 让李湘目睹哥哥死亡的瞬间 还是说根奇根本就不是杀人犯呢 根奇不愿做过多的回答 称自己已经将所有的事情 都写在书里 他的眼色发红 狠狠地盯着仙堂主持人 看上去充满了仇恨 难道仅仅是因为仙堂质问了他 或者说感觉到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仙堂还是不断地质疑这本书 为什么没有杀人动静 这书中未涉及到的细节 被他一一提问 不知道是回答不上来 还是不愿意回答 根奇只是让他好好读书 木村再次回到当年案发的地方 这些地方埋藏了他内心深处的忧伤 诉讼小妻过去的那一天 木村去见了同样在被案子奔波的小隐私 他十分难过没有办法再次为李箱深渊 然后从高楼一跃而下 时隔七年木村再次来到这里 务事人费只剩下他一个人 自称凶手的人要求电视台联系根奇和木村 让他们在节目中当面对峙 木村在去电视台之前递交了辞职信 同时又去见了黑帮老大 他们都明白这种伤痛 原来在签售会刺杀根奇的就是黑帮老大情人的儿子 节目预告一经宣传 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根奇、木村都来到了演播室 根奇还是一副藐视警察的态度 不断的息怒和嘲笑木村 这时自称凶手的那个人在众人的保护下 来到了演播室 他头戴面罩根本无法辨别他的真实身份 甚至还使用了变声器 两个都自称凶手的人一见面就火药而十足 无论别人说什么 他就是不肯沾下面具 戴着头套的凶手还戴了录像片段 因为过程极其残忍 不适合公开播放 仅仅在摄影棚内播放了 这是黎香死亡的全过程 22年过去了 黎香的尸体仍然没有找到 在黎香被活活勒死后 杀人犯将黎香的结婚戒指摘下 挂在了墙上 这确实要比根奇的自白术 要显得有利的多 只见根奇拿起仙堂手中的笔 扎向了戴头套的人 那个人的脸直接被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 这完全在意料之外 难道根奇恼羞成怒吗 不仅是根奇 就连一向冷静的木村 也冲向了杀人犯 整个拍摄现场一片混乱 所有人也一头雾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镇定自若的献堂夺下根奇的笔 一正言辞要求根奇说明整个情况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根奇不仅不是杀人犯 就连自白术都不是他自己写的 原来这本书的作者是木村 他根据调查的结果写的这本书 根奇其实就是李香曾经的爱人小野斯 七年前诉讼事交过期 愤怒的小野斯从高楼跳下去 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 从那一天起他就发誓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要抓到那个凶手 于是在山前医生的帮助下 他改头换面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增根奇哑人 他们三个人 合谋一起出演了这场22年后的自白 在医院引起的骚动也是如此 都是演给真正的凶手看的 他们根据凶手的杀人方法推测出 凶手是自恋型人格 有着很强的自我表现欲 对于木村射中他的肩膀怀有狠 一心想要报仇 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出版案件调查记录 作为自白术 只要挣到钱 被激怒的真凶就会出现 为了让凶手更迅速地找到根奇 他们才利用媒体扩大知名度 此时自称凶手的人竟然秒怂 他来到这里是受人之托 自己也只是在网上和那个人联系 没有那个人的确切消息 整个案子再次陷入黑暗 小野四突然有了异常的平静 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 即使计划失败 需要重头再来 也在所不惜 小野四反复观看了 李湘被勒死的视频 从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因为那是凶手留下的唯一线索 他在视频中终于找到一丝线索 急忙去见医生 他问山仙医生 人在遭受巨大的伤害后 会不会将这种伤痛带给其他人 山仙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想要干什么 没有阻止 也没有劝说 只是默默地回答 会等他回来 他们每个经历过伤痛的人 面对不知悔改的凶手 都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亲手杀死他 任何理事都不能消除这种想法 在跟医生告别后 东森前往了一个地方 母村也在反复观看视频后 在视频中找到一些线索 接到医生打来电话 匆匆去找小野思 他是警察 拥有警察的天职 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野思 因为仇恨变成恶魔 而不去拯救 目前为止 仙藤先生的纪录片 拍摄得很顺利 涉质子的两位成员 来到仙藤先生的家 对他一些生活情况进行拍摄 仙藤先生 曾经当过战地记者 生命曾经受到过巨大的威胁 他验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杀害 自己却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回国后 因为连环绞杀案 深入报道和采访 提升了知名度 自己的事业也是平步清云 本以为就他们三个人 在仙藤先生的家 却来了不速之客小野思 他查出仙藤先生 才是真正的凶手 因为小野思说 杀人案件是自己的杰作 仙藤表现得十分愤怒和不甘心 小野思更是在他的一句话中 确定他就是凶手 那就是他和李湘订下婚约 奇怪的是他和李湘订婚 只有牧村知道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凶手从李湘手上取下的戒指 他才知道李湘订婚的事实 并且仙藤是故意引诱小野思 去拿钢笔刺杀嫌疑人 以便坐视小野思是真的凶手 原本只是猜测 无法证实这些巧合 直到看到仙藤 储存在地下室的录像 是他杀人的全部经过 小野思拿着刀刺激了仙藤的腹部 撕开他的衣服 看到了肩膀上的枪伤 毫无疑问 仙藤就是无奇连环绞杀案的凶手 仙藤不断挑衅小野思 他们两个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 眼睁着看着自己最重要的人 在自己眼前死去 自己却苟活到现在 小野思从仙藤的口中得知 他杀了李湘并且埋了起来 这使得小野思十分的愤怒 匆匆赶来的牧村 看到小野思以用同样的犯法 累死了仙藤 还残存着一丝理智的牧村 告诉小野思 仙藤还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不是为了阻止 小野思的犯罪行为而编造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仙藤在杀害李湘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 也就是可以适用新的法案 视死如归的仙藤 再次激动小野思 让他杀死自己 关键时刻 小野思想起了 曾经和李湘在一起的时光 他放下了手中的绳索 仙藤得到了法律制裁 曾经有前途的记者 在遭受那次巨大的创伤后 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 被排除痛苦 将他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尽管他有千万个理由 都不应该杀人 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他们都放下心里的包袱 迎来新的生活 最后 小野思也离开了 这个伤心的地方 开始了新的生活 牧村 暗美和山贤医生 也来道别 仙藤也出版了自己的自白书 《追逐黑暗》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日本悬疑电影 22年后的自白 我是杀人犯 通过嫌疑犯 在诉讼时效过期后 以自白的方式 向观众 揭示了一个扑朔迷的惊天大案 缓缓相扣 跌宕起伏 受到创伤 值得我们同情 但是 为了得到同情 就让更多的人 去体验同样的痛苦 那就是恶魔 或许 曾经在战地 报道新闻的先堂 是无谓的英雄 但是在他拿起绳索的那一刻 已经变成了恶魔 他藏身在弱者之中 失文不易察觉 小野思和牧村 他们最正义的执着 才能将 伪装成好人的恶魔的 免杀解开 正义 永远不会缺席 法律 永远不会包庇凶手 这是一部扣人心选的悬疑电影 老油条 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